英国政府24号提出了一项新法案 禁止境内的电信公司使用中国华为所生产的设备 违者将被处以营业额10%或每天10万英镑约台币380万元的罚款 美国媒体《华尔街日报》周一报道说 川普政府打算组建新联盟 当中共利用贸易实力胁迫他国就范时 联盟将进行反击 半导体营收前15强出列 IC Insights依据11月最新资料显示 晶圆代工厂台积电今年营收可望达454.2亿美元 仍居全球第三大半导体厂排名仅次于三星英特尔 但成长幅度超过三成 高于英特尔的9%三星的4% 联发科营收可望年增35% 从去年第16名晋升到第11名 一举超车Apple一霸半导体 鸿海由于被威州政府认为投资建设不达标 补贴正卡关 原本的大型面板厂已经难产 现在只有生产口罩跟医疗呼吸机 不过有消息指出 鸿海威州厂已接下Google的伺服器订单 预计明年第一季开始生产 外媒认为此举对鸿海 美国及台湾来说是三赢的局面 堪称是杰出的一手 白宫也称赞鸿海真正地把制造业带回美国 请访问亚亚亚亚亚电视正与报道